這個HomePod昨天已經正式在中國跟香港上市 然後其實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啊 我就在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這邊把HomePod設定成 就是也可以讓它說中文 然後所以我就是今天來試了這件事情 請講 沒事 現在沒事 然後呢我就做了一些設定 然後發現是可以的 連接HomePod的步驟就是 都一樣 大家應該知道 然後重點是 你的HomePod的版本 要更新到12.1.1 然後怎麼更新呢 其實就是在家庭這個App裡面 點進來 然後這邊有個軟體更新 它其實這邊就會自動 自動幫你檢查是不是可以更新 然後更新好之後呢 我們到HomePod的設定裡面去看看 這邊可以看到 語言 這邊這邊呢 更新到12.1.1之後就會出現中文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選 國語中國 或是你會講廣東話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選粵語 對 好 那我就選這個 好 基本上這樣子 就是Siri它就會說中文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了 Hey Siri 你會做什麼 你可以問我 Hey Siri 深圳這周會下雨嗎 Hey Siri NBA誰的助攻次數最多 Hey Siri 大聲一點 好 音量以調高 那我就算了我自己用點了好了 然後呢 我這邊就試了幾個 因為其實HomePod可以做什麼 其實跟它後面穿接的服務還蠻有關係 那我現在不太確定台灣出邊可以連到哪些東西 那反正一些基本的指令這邊就來試試看了 Hey Siri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Hi 你好 聽到你會做中文真開心 那最基本的應該就是大家會比較常用它來聽歌 所以就Hey Siri 我想聽蔡依林的歌 沒問題 下面是蔡依林的專屬電台 或者你可以指定一些播放清單 Hey Siri 我想聽國語流行樂排行榜 沒問題 現在就為你播放25大歌曲 這是Apple Music裡面有的播放清單 那其實它在播放的時候你也可以問它 Hey Siri 這是什麼歌 這是A-Ling的有一種悲傷 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主題曲 就是剛大家在玩的時候 我大概有發現就是 就是如果中音夾雜的話 它的英文發音會比較奇怪 然後好 下一個就是大家會比較常問天氣的話 就是Hey Siri 高雄的現在的天氣 高雄是現在似乎是有霧霾 氣溫24度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問一些一點的分區的話 可以 Hey Siri 內湖現在有沒有下雨 不 現在沒下雨 我的天氣資料來自The Weather Channel 內湖現在真的沒有下雨 但是其實我剛在試的時候 發現它不是每個鄉鎮它都認得 像我說念士林北投 或是念高雄鳳山 其實它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很撈得到那個區的資料 那反正就 反正這也不是台灣正式版本 我們就不要那麼苛責了 好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手機內的功能 比方說 Hey Siri Hey Siri 提醒我要繳停車費 好的 要交停車費一天加到此 提醒事項中 真的喔 它就 把交停車費就進來了 好 然後行事例其實也可以喔 Hey Siri 幫我加行事例 對不起我的錯 Hey Siri 我明天早上9點 有會議 幫我加行事例 以記在明天從9點整到10點整日例上 預約名為會議 如果有什麼要更改的請告訴我 可以直接幫我加到行事例 然後呢 如果我想知道明天要幹嘛的話 就 Hey Siri 明天我有什麼工作 你好 你在找我嗎 我要問你問題 Hey Siri 明天我有什麼工作 你有四個預約 星期三九點整 會議 就是它現在在唸我行事例裡面的東西 Lexus UX250H Viami 在10點30分 分區 水波爐料理分享 或者你眼睛也可以透過它傳訊息 來 比方說 Hey Siri 傳訊息給部長 部長的哪個電話號碼 手機 專線 或工作 專線 你想說什麼 嘿嘿嘿 來 你發送給部長的信息內容是 嘿嘿嘿 準備好發送了嗎 好喔 好 已發送 好 這是一些就是可能跟手機互動 比較基本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些查詢 可能大家會想要做 比方說呢 Hey Siri 新年快樂的法文怎麼說 新年快樂用法語這麼說 Vanani Vanani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不會法文我也不知道 那就沒事 然後或者是換算費率是可以的啦 就是 Hey Siri 1000新台幣可以換多少日元 根據雅虎財經 1000新台幣1000.0元等於3518日元 3518 好 那Hey Siri Hey Siri 中華電信今天的收盤價是多少 中華電今天收盤小幅上漲至107新台幣 107.0元 漲了0.550分元 或0.47% 那現在這邊聽起來 資料是來自雅虎財經 所以還 就是還可以查得到台灣的一些股價這樣 然後呢 再來就是可能一些比較好玩的 比方說你跟Siri說 Hey Siri Hey Siri Hey Siri 我餓了 我有一個辦法 可以解決這個難題 吃 他又幫我推薦一個餐廳 在內湖區位光路583巷 總體評價4星半 且不算貴 要聽下一項嗎 嗯 有再便宜一點的嗎 我找到了好幾個選項 周胖子餃子 還位於內湖區內葫蘆一段附近 價位是實惠 你要聽下一項嗎 對 他知道我要找便宜一點 他就找價格實惠的餐廳 那如果我就是知道我要找誰 記得我開飛是 Hey Siri 附近有星巴克嗎 Starbucks可能行 在內湖區周子街 這家今天開放 營業時間是從7點整到21點整 你要聽下一項嗎 他說的沒錯 就是在我們公司樓下就正對面就正好有一家 星巴克那他也正確的找到那一家 非常好 然後呢 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周子街的Starbucks 往南方向走不到半公里 不過我沒找到任何相關評價 這家今天開放 營業時間是從7點整到21點整 你要聽下一項嗎 然後他有一些很煩人的功能 他說 Hey Siri 圓周率是多少 HELLO 我知道 HELLO 我知道 Hey Siri 圓周率是多少 聽好了 3.141 592 6535 8979 3238 4626 HELLO 我知道 HELLO 我知道 Hey Siri 圓周率是多少 聽好了 3.141 592 6535 8979 3238 HELLO 我知道 我早上試的時候 他其實是唸得出來 HELLO HEY Siri 你會背李白的詩嗎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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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就是新闻跟查电影时刻这 他还没有办法 然后最后 最后想问他 Hey Siri Hey Siri 讲个鬼故事吧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有一个智慧体 开始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 听不懂 好了不如讲笑话出来 Hey Siri 你在做什么 我好像一直都在等你叫我 这样 好啦那他现在反正可以说中文了 如果之前已经从国外买回来的 大家就可以更新更新 然后变更一下语言设定 然后自己来试试看哦 好谢谢 然后其实HomePod 还可以语音耀空 HomeKey的家电 那我现在设定好一个电风扇 然后我就叫Siri 要帮我开启 Hey Siri 打开电风扇 已完成 Hey Siri 把风调到50% 很抱歉 我知道了 因为我要讲电风扇 对 我要把关键字讲出来 Hey电风扇 不是电风扇 Hey Siri 把电风扇调 风量调到50% 要把电风扇闹钟射到几点 不是 Hey Siri 把电风扇 把电风扇调到 明智的决定 好 Hey Siri 把电风扇 风量调到50% 完成 真的变小了 对我刚快冷死了 反正就是 现在有中文之后 大家就很好的 可以去操控HomeKey的家电了 好 那大家就试试看吧 好